记者同署今台北报道 丁佳琪也养了两货爱狗 尽管没有结婚 但也冒小孩的陪伴 她也觉得幸福 丁佳琪近期在明世本土剧幸福来了表现有注重戏分 她笑说 很奇怪 演好人没大红货 演了反派反倒人气强强滚 走在路上都有人认诸她 未婚的冰佳琪还养了两货可爱的贵宾狗 大货叫MILU小货叫QB 说起日狗津津津乐道 深爱同任的她 也常常亲自帮忙小孩制作抓熟的狗美食 冰佳琪透露 有次带狗迷路狗因为太兴奋 跳下两楼高的金龙河 让她泪风一度以为小狗再也回不来了 索性当时身边的好友 立刻帮她跳下去救狗 还有一次是大狗趁门没关好 跑出去大马路玩 一旁的路人提醒有货贵宾 好像被车撞送到医院 赶到医院后发现大狗伤势十分严重 脚骨折以外 肩膀还粉碎 医师只说不远有难度 让她当下急得哭不停 回忆了断手术住院的日子 冰佳琪每天都会煮牛肉去医院作陪 索性经过一个月的陪伴 米罗哥积极式的康复 冰家其有个将军和同为阿狗人 冰市提供冰家其自知狗点心 冰市提供冰家其未婚 养了两货猫小孩 没事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